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2023年7月25日和23日公布的新闻 这篇新闻的标题是《合理法案》 通过之后抗议活动一夜之间加剧 各行业呼吁罢工 这些事仍在进行 录影的时候是2023年7月26日 讲了这篇内容 这里在2023年7月24日 这里有一张照片 就是说反改革活动人士在特拉维夫 即首都的阿隆高速公路抗议司法改革期间 就与警察发生冲突 在星期一下午 议会通过了《合理性标准法案》之后 几千名抗议者继续封锁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道路 在特拉维夫 抗议者封锁了一条主要降道 就是阿雅隆高速公路长达几个小时 而在耶路撒冷 抗议者封锁了北京高速公路和最高法院前的 斯德洛特伊扎克拉宾 以色列警方部署了骑警部队和水炮 试图驱散人群并清理道路 新闻报道显示截至星期二凌晨1点 示威者仍然在高速公路上 而警方宣布他们在特拉维夫拘捕了18名抗议者 罪名是袭击警察或扰乱公众秩序 根据报道10名警察和示威者的冲突中受轻伤 一名平民司机驾驶汽车冲撞一群封锁道路的抗议者 也造成了3人受伤 随后被捕 以色列医学协会IMA 星期二就宣布举行为期一日的大罢工 去抗议这个法案的通过 罢工期间医疗保健系统 将会在有限的基础上运行 但是耶路撒冷地区的急诊室和社区的诊所都是除外的 这个IMA声明说 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 确保患者不会因为我们被迫采取的措施 而受到负面影响 我们将会按照安息日和节假日安排进行手术 但是医生委员会和部门负责人 将确保配备足够的人员 轮流和值班的医生 IMA的主席教授宣布他将会和反对党领袖 一起向最高法院提交该法案的请愿书 商界领袖也宣布继续周一开始的罢工 以色列的很多个购物中心和商业中心 将会有限度营运 超市和社区的便利店将会保持营业 以色列前总理埃胡特奥尔密特 星期一就告诉英国第四频道 就是说这个法案通过之后 这个国家将会陷入内战 这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 而奥尔密特就说 我们现在正陷入一场内战 公民就不服从 而对国家的稳定和政府的执行能力 对大部分以色列民众被认为是政府的服从 可能就产生了所有影响 很大部分人都是非法的 而奥尔密特就说 政府决定威胁以色列民主的基础 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接受或容忍的事 而总理内塔尼亚湖 就是星期一晚上发布视频就声明 呼吁反对派进行谈判 并且提出将谈判持续到11月 奈塔尼亚湖就说 我对反对派领袖说 可以继续辩论和争论 但也可以做其他事 接下来的事情 达成共识是有可能的 他还表示这个法案的通过 不会摧毁最高法院 他也在视频里说 任何一方都不会接管法庭 这个绝不可能发生 在我们的领导底下是不会发生的 内塔尼亚湖还指责反对派 拒绝了当项妥协提议 这里就说 我们同意暂停这项立法 暂停整整三个月 我们同意对原来的政策进行重大改变 我们的妥协建议都没有被接受 一次都没有 利富特的集团议员丹尼达隆表示 该联盟的重点就是继续改革 但愿意达成妥协 他还指责反对派的分裂性质 导致未能就着合理性标准法案 达成妥协 这个议员就是说 我始终赞成达成协议 并且达成广泛的协议 不幸的是 这一切都到了最后几秒 这是非常之困难 这些事情必须提前完成 而今天很难达致一致和谅解 因为反对派不是只有一位领导人 而是有很多领导人 这位议员就是否认 这个法案将会摧毁以色列民主的说法 他就说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主的实际行动 我们在某件事上向选民做出了承诺 并且我们遵守了它 另外有一节的新闻就是 2023年7月23日 标题就是 超过一万名 以色列国防军 预备役的军人就宣布 如果合理性标准法案 获得通过 他们将会停止自愿服务 这里说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 赫兹哈勒维 就恳求预备役军人不要在战斗中抛弃他们的兄弟 这张照片就是2023年7月22日 这里说战伙兄弟就是预备役团体成员 以及其他以色列预备役的士兵 在何之利亚举行新闻发布会的照片 而武装兄弟抗议组织的一群预备役军人 就在星期六晚发表声明 警告说如果合理性标准法案获得通过 将会有超过一万名的预备役军人 就是停止自愿服务 在这个抗议团体领导人之一 叫埃瓦尔纳维就说 这个就是整个国家历史上最困难的夜晚之一 也是最重要 我们身后有大约一万名战士 他们今晚就要对以色列政府说到此为止 他继续说了 就是我们揭进全力都没有达到这一刻 你让到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发誓服务于这个王国而不是国王 我们有决心我们是战士 我们热爱这个国家我们不会放弃 如果你希望我们站在你那边的话 就好像我们在左右政府的领导下 执行秘密任务一样 为国家安全并肩作战并保持以色列的民主 我们呼吁你要停止这项的立法 公布公告发布的时候 有40多家储备单位代表到场 内塔利亚湖总理计划 会见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的终将 星期日上午 这位客资推论了 监于预备逆军人的拒绝 以色列国防军的准备情况 由于内塔利亚湖 星期六晚上住院 并且接受了直入起薄器的手术 所以这个会议被推迟了 而去到星期五 由1,100多名以色列空军后备人员 所组成的团体 就向IAF少教提交了一封信 托梅尔巴尔和国防部长 约夫加兰特宣布拒绝 在目前情况下服役 在信里说到 防止第三圣殿被毁 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 这个星期就是犹太人将会 庆祝埃波月九日 这一天就是用来纪念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被毁的纪念日 而以色列N12新闻就报道说 Galets正在努力推迟对这个法案的投票 或者尝试和反对派成员达成妥协 而根据N12的报道 Galets表示 情况非常令人担忧 应该拒绝这项立法 所以他在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正在以各种方式努力达成广泛共识 防止对安全造成损害 而在星期六大约有100名高级国防官员 就向内塔尼亚户发送了签名信 确认他们对拒绝服役的预备役的军人的支持 这封信里说 我们预备役当中的将军 临时演员 莫萨德的角师的负责人 以及退役的辛贝特 与他们站在一起 并全力支持那些决定采取行动 并暂时致冤复预备役的战士 在这个困难时期 这是捍卫以色列民主国家的责任行为 而前国防领导人呼吁内塔尼亚户 要有直接采取行动 而高层领导人就这样写 我们要求你对损害以色列国防军 以及以色列安全库全部的责任 并希望你承担责任阻止这一项的立法 我们希望你能领导对话和变革进程 来到在人民和会议中达成广泛共识 我们这些经过以色列战争的退伍军人 感觉就好像回到索罪日战争的前翼 在你们和你们的政府面前 举起鲜红式的停车标志 一些前以色列国防军领导人表示 让以色列国防军远离政治的呼吁是有誤道性的 而有人也说不要让军队介入 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自由民主的世界 士兵不单是士兵 在2000年以色列国防军精神的这一份起草者之一 巴尔兰大学哲学系现任讲师阿维杀吉教授 他就继续说 在自由民主的国家 在以色列国 士兵将他们的全套道德 尽责和公民的价值观 是带入了去军队 并且他继续说 在自由民主的国家 没有这样的事情 政府将取代一个人的良心 而到星期日的早上 哈来维就自信给以色列国防军的士兵 呼吁他们服役 他就写说 如果我们不是一支强大 而有凝聚力的军队 如果有最优秀的人 不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 我们将会没有办法 再作为一个国家在这个地区存在 而哈来维就表示 以色列国防军在过去的75年里面 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并且就补充说 军队从一开始就有同样的目标 就是要保卫以色列 他就说 这个命运是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的 以色列国防军的优势 在于人类的优越性 高度的战备状态 以及内部和外部的凝聚力 克纳维就在请求当中就表示 任何服役人员都没有权自己不再服役 我们也都没有权不报告 或者拒绝命令或电话 或者命令呼求 我就呼吁所有预备役军人 即使在这个复杂的时期 也都将平民抗议活动和安全部门分开 并向以色列报告 要求不出面的呼声 伤害了以色列国防军 好了 我们今次跟进这个新闻 就到这里先 这个事件仍然都在进行 仍然都在爆发 连这大半年 这个示威仍然都在不断进行 好了 那我们今节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是圣经吉甲 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discord讨论区 我们邀请你分享帐号订阅 留言在我们的facebook 专页和youtube channel 我们是圣经吉甲 我们的使命就是圣灵更生 活出圣经合一荣神 好了 我们今节先说到这里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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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